你不問皮和愛就是我 我就是米小圈 米小圈動畫漢字課 米小圈你好厲害呀 你做的瓶子好高啊 還可以更高呢 你看 米小圈你這個圍巾不錯 這哪裡像圍巾啊 米小圈你怎麼給自己做了條圍巾呀 老師人的意外 好啦看來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那麼同學們有什麼收穫嗎 老師我知道淘氣是土做成的 還要經過高溫燒製 沒錯可是你們知道嗎 人們發現土可以燒製成淘氣 其實是一個意外 這還要從距今一萬年左右的 新石器時代說起 大聰明烤好了嗎 我都快餓死了 好了好了 阿鐵給你 好香啊 哎呀不好我的泥人 沒事火命了我幫你拿 先吃吧 阿鐵的泥人怎麼憋得這麼硬啊 大聰明你發什麼呆呢 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事 你看 嗯 這不是我的泥人嗎 嗯 沒錯 這泥人被火燒過之後啊 變得好硬 像石頭似的 嗨 我還以為是什麼有用的發現呢 嗯 這發現可大有用處 大聰明 這些是什麼呀 這些是我新發明的東西 來 阿鐵 喝水 這東西可真方便 哎 你是怎麼做的 就是用土 活成泥巴 捏成各種形狀 再放到火裡烤 就擴成了 啊 我明白了 原來這就是你說的大有用處啊 大聰明 你可真聰明 就這樣 人們開始使用土製作陶器 隨著發現不同的礦土 後來 人們還陸續燒製出了 比陶器更加細膩光滑的瓷器 塗了日常用品 還將土製品的範圍 擴展到了玩具和其他工藝品 想不到人類那麼早 就開始利用土了呢 是啊 說起用土燒製的物品 大家能想到什麼呢 老師 我們家有一個古土花瓶 就是土燒成的 沒錯 老師 我二爺爺家屋頂的瓦片 也是土燒成的 西安的冰麻油 也是土燒成的 非常好 鐵頭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我家鄉的土特產也是土燒成的 什麼 土特產 鐵頭 你有沒有認真聽講啊 土特產能燒嗎 能啊 老師 我家鄉的土特產 是一星紫砂壺 好吧 這個還真能燒 原來 原來土的用土這麼廣泛 是啊 同學們 你們看 這就是甲骨文中的土 它就像地面上有一堆土 慢慢演化成了現在的字形 我知道了 土是一個象形字 沒錯 漢字中包含土的字 大多和泥土土地有關 例如 大壩的壩 柱子的紙 城市的城 啊 老師 我也想到一個 埋東西的埋 就與土有關 沒錯 把東西放在土裡 就是埋 土做偏旁時 放在左邊 叫提土旁 放在下邊 叫土字底 老師 我知道 坐下來的坐 就是土字底 嗯 是的 二人土上坐 說的就是這個字 嘿 老師 我也知道一個 塵土的塵 也是土字底 嗯 這個塵字非常有意思 一個小加上一個土 就是很小的土 也就是塵 和土有關的字還有很多 讓我們一起去生活中找找吧 老爸 這次莫老師要我們找一找 生活中帶土的漢子 咱們比一比怎麼樣 嘿 好啊 我接受挑戰 等一下 如果我找到的漢子多 老爸 你就給我買冰淇淋 嗯 好呀 米小群 我説你怎麼主動提學習呢 原來是為了冰淇淋啊 喲 哦我先來 你看草坪 草坪的坪就是提土旁 我想到了 这个花 这个花坛的坛也是剃图旁 我刚好要说花坛的坛 谁先说出来算谁的 蜜小千 你太慢了 看我的 池塘的坛 保护环境的镜 垃圾箱的垃圾 足球场的厂 老爸 全让你说了 我说什么呀 愿赌服输吧 满满话吧 老爸 你太坑人了 这坑人的坑 也是剃图旁 我又找到一个 来 再加一张 老爸 莫老师让我们找一找 与土子有关的汉字 我这就想到了一个 上坡下坡的坡 就是剃图旁 儿子 你来一个 汉堡的宝是土子底 没错 我又想到一个 墙头的墙是剃图旁 好大一块热得快 也是剃图旁 还真是 墙壁的壁 是土子底 有了 坚果的坚 是土子底 你跟吃杠上了 能不能举一个跟吃无关的死 这次我考试又垫底了 垫子也是土子底 真是 儿子 你真棒 等等 你考试又垫底了 舒服 舒服 你考试又垫底了